我們進入常識題時間 是… 你先回答吧,愛爾蘭在哪裡 愛爾蘭… 當然是簡單,愛爾蘭就是… 你這麼久? 在這裡 這個像蘇格蘭 對,蘇格蘭,我知道… 愛爾蘭… 愛爾蘭在下面 這是倫敦的地方 是嗎? 正確的位置,這裡是小戒指 上面是北愛爾蘭 這個就是愛爾蘭 你剛才是蘇格蘭,然後她是英格蘭 你正確的位置 差點來這裡… 差點來這裡隔壁 差點而已 大師傅,為何在這裡問這些問題 今天我們是說旅行 你不是要選擇地圖,想去哪裡 總之你隨便想去哪裡 我們下一個就開個節目 好… 在這裡… 在這裡… 開關第一個,你們想去哪裡 我也想去日本 我想去日本 師傅,我經常去日本 我都會去神廟 去求那些御秀 因為我覺得拍照很漂亮 而且… 其實你日文是否聰明 我不聰明,而且送給別人很好 通常會有健康的情況 對…是晴雲可以的 那你怎知道在求他甚麼 我不知道,他會走快 然後又有個笑話 我跟學生去旅行 他不懂日文 他又可以聰明的人敲鐘 他又敲鐘 怎知道原來那個是… 希望你立即快點假 旺夫生子 原來他已經一百年多了 他不要這些 你也不知道他在求甚麼 你不懂日文的朋友 稍微穩一點 但我想去泰國 因為我覺得師傅 滑雪的地方太冷,我很害怕冷 如果去泰國的話 又可以去沙灘 然後可以飛翅膀 在天上飛,很漂亮 飛翅膀… 你懂得飛嗎?這麼厲害 我認識 那就不用乘飛機了 很多人去到機場 才看到護照過了期 我也試過一次 很厲害 我去到台灣 台證已經過了期 以前要簽證 我還要大安寺意 沒有戴護照 別人想簽證給我 幸好有護照拍印本 他也肯幫我立即交給我入境 所以提醒你們 可以提醒大家 不,我也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試過避免了機器 你也可以避免人嗎 對,那時我在英國 我一直以為是第二天早上 才是我要飛回香港 原來我是那一晚立刻要飛 到最後要買多個機票 然後我的朋友笑了我整晚 整晚說 四千元… 你也不該死,我才該死 我坐在機場的貴賓室 也會錯過了機器 是嗎 這樣也錯過了? 因為他們那天打風 你很厲害,蘇小哥 打風還是下雨 不停改時間… 有時14時 我們看了4時 對嗎? 人的腦有時候會… 他趕到閘口 因為我是遲入入 他首先把行李扔出來 因為你很容易扔 是呀 這樣也可以 如果去旅行飛機取消 千萬不要去機場 第一件事是多訂一晚酒店 因為很多人不是 一看到就馬上去機場 等等… 然後機場又過夜,我就試過了 我也試過過夜 你試過夜? 不是,我試過,不是過夜 我上次在泰國 航空公司安排我們住的酒店 這就大件事了 酒店在湖中間突出一個島 去到時,水已經到腰了 然後酒店有幾級樓梯 然後我們吃飯 吃一下就浸了腳 白竹、蛇蟲、鼠蟲 全部都出來了 接著到第二天 沒有電、沒有水、沒有食物 沒有信用卡 死不死?加上沒有錢 所以去旅行最重要 一定要帶現金 是的…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情況 如果我知道機場生 我一定會留在酒店 等於沒用 飛不了就飛不了 等你也沒用 我媽媽很喜歡我飛的時候 她給我一條不知道甚麼豬鏈 擔心我有意外 其實那條東西有用嗎? 你知道嗎? 心靈技撻 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對嗎? 進房間的拖鞋 一直這樣反轉 總之你覺得那件事做得很安樂 有甚麼嘻嘻嘻嘻 聽到一些怪聲 你不怕就甚麼都可以 有一次我去台灣 我真的住在美房 然後我睡藥了 我女生第二天跟我說 她說看到有個影子坐在我的床上 是你的影子嗎? 是不是她… 死我了,我真的不敢住在美房 她也有這個經驗 我也有這個經驗 美房我一定不住的 我住的酒店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幾邊形的 對,這樣… 這裡全都是房間 你住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大房間 送給我都不敢住 我通常都是住這些 我以前住在一個曼谷很舊的酒店 在市中心曬的 它是很舊,只有一層 外面還有孔雀 很多動物都走下去 然後有一個很長的房間 然後我住凹下去的位置 一條長長都凹下去的位置 每個美房都叫陰地 凹位是甚麼意思 一個很直的酒廊 很長的酒店 這裡全都是一間房間 我上次住的位置 就是這裡有其中一間 這就叫凹位 明白… 這個電影是走動的 來到這裡的電影就是陰地 然後我住三天,生病了三天 我愛人,每天起床 腳踏不到落地 每天都滾到床 如果這裡有窗 可以每天都開窗 有太陽就算陰地 我都說了 我們的窗後面有花園 看到孔雀 穿著走,不是沒有窗 但有太陽照到也算陰地嗎 有太陽照到跟陰地有甚麼關係 晚上也有太陽 剛才說每天睡醒 腳動不了 不是每天起床,腳動不了 去旅遊三個介條 第一,你問的是尾房 第二,我問的是凹下去的房 第三,最重要要留意 左右有沒有凍土 這是最重要的 師傅,我看過現在有些酒店 房間是圓形的設計 那一層的 好像沒有尾房 如果一個酒店 整個洞都是你的 通常酒廊圍著走進去 沒有頭,沒有母 對… 凹位來說,很多時候 套房兩個房間都打得通 雖然凹下去也不算凹位 如果有些房間在下面 地下的房間是否不太好 你怕屋在地牢就怕陰地 你住酒店 你住三幾天照樣也沒問題 但是師傅,我想問 例如當年我的運程真的一般 我可不可以去旅行 走大運回來香港 會否好一點 安慰嗎?自己也好 其實如果真的要走大運 其實每年梵太歲的生肖就要留意 例如苦年到苦 或兔年到兔才會留意 重要,不是每個月都要去 苦年一月、兔年二月 龍年三月,如此類推 去到牛年就十二月 如果秋冬天出生 就是那個月去東南方旅行 春夏天就去西北方旅行 我要去西北方 我也要去 那你就知道了 你犯太歲,那一年才會留意 其他年就不用 師傅,我想問今年2022年 究竟去哪個旅行才好 有得去就選哪個旅行才好 但當時這個地方更加好 我經常被人問 因為每年有桃花位、財位 今年財位東北… 東北又認識嗎 我知道 韓國… 韓國算了 有一點點地 我認識 韓國、日本、北海道 甚至加拿大、溫哥華那邊 今年財位又有你 師傅,我有一個很無知的問題 我想問怎麼當它是東北 我的指南針放在哪邊 我才知道它是東北 看得到地圖 放在地圖中心 看得到地圖中心看的 在哪裡? 地圖上也有一個指南針 那你住在哪裡? 香港 那你住在這裡 我的實節就說在這裡嗎 人家的東北關你什麼事 你所在地的初心臉的東北 你的東北在這裡,小姐 我明白… 你的領域也是… 大小姐 差點差點 我們要再修煉一下 今年是東北在這裡 女生就要桃花位,對嗎 是 567891… 我又計算了 今年的桃花位,北… 我也計算了,剛才是北 你怎麼這麼厲害 對 北就容易,直上就行了 我去北區算不算去了 對… 這麼慢,我真的不要去女生 所以很漂亮 對 我們經常叫人新年行大運 都盡量一下人事 新年的時候要去北區 最不好就是中宮 不要上山新年 因為中宮是今年病位 還有西南是病位 中宮是什麼意思? 中宮是全屋的中間 或者全個國家的中間 因為我們每天風水分九格 山頂是在中間的? 中宮有兩個意思 中宮是一個地方的高山 或者中間的一格 也可以叫中宮 那大霧山呢? 大霧山可以說是全灣的中宮 或者香港的中宮 因為大霧山是香港的祖山 最高的 對 如果我探望朋友 然後他住中層,怎麼辦 這是甚麼問題 人家說中宮… 你又說中層 你又說山,真的很高位 人家中間 你又說全個地方中間那一格 是嗎? 不好意思,你們繼續… 師傅,我想問財運呢 財運去哪裡比較好 財運,剛才說東北 東北 你又說東北… 你做師傅的徒弟 他就做不到 所以你就知道我現在不教了 如果現在還教了 命都短幾年了 是吧… 不要放棄我們,師傅